而蒋介石早已决定在上海与日军一战 他看中的正是这片繁华的租界 五年前的128松户抗战 中国军队在上海重创了日军的锐气 英美等国又在外交上给予日本很大的压力 最终在英 美 法 裔各国的调停之下 终于双方签署了松户停战协定 这一次在中国北方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 蒋介石对租界的西方势力充满了期待 蒋介石当时为什么要在上海向日军发起进攻 一方面是因为华北战事已经开始了 日军集中进攻华北 那么下一步有可能进攻华中 因此决定先下手 把这个华中日军最大据点 就在上海的日租界扫除 但是国民政府的目标 它是打给英美看 唐生智回忆 蒋介石跟他说 上海的地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 因为目的是 把英国和美国拉进这场战事来 让英国和美国尽早出来干预 这样他们斡旋可以解决中日战事 8月12日下午 陈纳德刚刚抵达南京 就听说上海发生了一起事件 三天前 两名日本军人在机场被枪杀 因此上海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当年日本海军省拍摄的海军作战记录 留下了这起红桥机场事件的现场资料 8月9日下午5点左右 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 摘腾要葬 驾驶军用汽车 闯入上海红桥机场 被驻售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击毙 事发当晚 上海市长于红军 立即会见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说明事情经过 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8月10日一早 中日双方均派出代表 前往案发现场勘察 并进行外交谈判 谁也没有料到 第二天上海的局势就发生了突变 台北市的国使馆 保留着当年国民政府 在抗战时期的军事和外交档案 我们找到了 红桥机场事件发生后 中国驻东京大使馆给南京外交部的两封电报 电文表明 国民政府指令驻东京大使馆了解日本方面的态度 8月11日14点56分 中国大使馆在事件发生的三天后垫覆 呈日本海军方面无扩大事态的意图 17点15分 再次发来电报 呈日本的新闻媒体对事件反应强烈 指责中方违反停战协定 并质疑调查结果 但京城情势稍有缓和 某方叹息米内却不主张扩大 大使馆建议妥善解决事件 不给日本海军一口识 但事实是 就在红桥机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青 就立即下令向上海增兵 几乎是这两封电报发出的同时 大批的日本军舰已经开进了黄埔江 日本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 在这天夜里已登陆完毕 一边主张不扩大事态 一边向上海增加兵力 日本海军这看似矛盾的举动背后 似乎另有隐情 原来为了确保上海作战 当时日本海军正在请求 派遣陆军两个师团支援上海 却迟迟没有获得批准 日本海军需要争取时间 当时在上海他的兵力不够足 他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 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军的 全力向他发起进攻的话 他一时抵挡不住的 他要等待援军 与此同时 日方在谈判中也摆出了一贯的 咄咄逼人的架势 提出除了要赔礼道歉 惩处责任人外 还要求中国撤退保安队 拆除停战习定区域内的 一切防御设施 然而令日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中国人没有妥协 中方代表拒绝了日方的无礼要求 在日本军舰陈兵黄虎江 增援部队登陆的同时 也就是8月11日晚上9点 蒋介石下令 金户警备军立即向上海进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金户警备司令张志忠 一直在苏州备战待命 接到出兵上海的命运后 张志忠立即下令征用金户沿线的火车 汽车运送部队 驻扎在苏州无锡一带的陆军第87师 88师以及炮兵部队连夜开进上海 这天晚上 陈纳德乘火车从上海返回南京 后来他在回忆路中 计数了这个不寻常的夜晚 火车在驶往南京的半途中停下来 所有的乘客都被赶下车 中国部队拥进车厢 火车掉转头折回上海 此时 我意识到蒋夫人的消息确实可靠 有好几列火车都被命令用来运送部队 8月12日清晨 张志忠就到了上海的真如指挥部 开战后不久 他被任命为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据松户警卫司令部参谋刘靖池回忆 当天张志忠穿着一身整齐的军服 陪着上将符号吉林张和参谋们谈话 他说将军若在战场上阵亡 敌军官兵看到都要尽力保护 准许将尸体领回 所以穿戴要整齐